歡迎收看圓鶴星相偉今集的主播Yuffie 去年驚爆父女戀的鄭嘉穎和陳凱琳 一直都愛得高調又甜蜜 最近還有傳他們同居試婚 今集我請來堪餘學家陳子財師傅 以圓鶴的角度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究竟他們什麼時候奶埋天窗 陳凱琳是熟羊的 後年是紅亂 你一聽到紅亂即是有機會紅亂聲道 他自己的命格五行是熟悉的 丙新年的確有結婚的可能性 因為有一顆呼聲出現了 第三件事 夫妻公和留年是相合 相合 聽到普通人是否打算結婚 相合亦是有趣的 有些傳聞會不會是同居 原來夫妻公相合 如果不結婚 同居或關係很密切 亦是一種很好的反映 雖然他們很恩愛看命格 又有結婚的機會 不過結婚除了是兩個人的事 還是兩家人的事 最近有報導說陳凱琳的父親 說自己未見過嘉穎 關係似乎一般 那嘉穎和陳凱琳的父母又合不合呢 如果兩個人的命格配合的話 看到他們和對方父母的關係 只能用一般的認證 第一點 很好 肯定不是 但是很差 又微至於 可能這樣說 沒什麼溝通 沒什麼機會見面 所以始終是一種距離 OK 但是如果你說 剛才我說到 好像都快結婚一樣 說得好像 但是原來的關鍵點 就不是他們自己 他們兩個其實都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是鄭嘉榮 因為相對年紀也很實在大一點 是不是 他自己本身結婚 所以結婚的意欲是強的 但是關鍵點 現在就不是他們兩個自己人 在父母上 為什麼這樣判斷 因為在陳凱琳的命本裏面 看到他的夫妻公和父母公是雙充的 哦 那你們就聽得懂 開始的意思 原來在這段這麼早相對的姻緣裏面 最大的阻力就是父母 的確是這樣判斷 雖然說父母不like 但是現在是戀愛自由的年代 那究竟他們兩個的性格合不合 有沒有機會派翠曼蘭結婚呢 我會這樣形容 實在地說 其實如果單是論性格 他們又不是說合得這麼厲害 當然他們肯定是相處沒有問題的 這個我同意的 只不過是時間性的出現 其實都頗為問合 第一點 在陳凱琳的命本 第一點就是 他25歲之前的確會遇到 一點比較深刻或者重要的愛情 Richard出現了 是不是 和時間是對的 而鄭嘉榮本身 剛才我也不斷說 1617去結婚年 你要結婚肌肉的人出現 正正在2015年 尤其是下半年 這件事更加落實了 是不是 所以時間性是對的 時間性是對的 所以基於這樣的判斷 要看他自己 但也老實說 陳凱琳真是年輕的 是 事業也剛剛起步 是 所以這些很多實際的條件 包括剛才我講父母的意見 可能會令到他有些猶豫 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陳凱琳上年就拿了飛躍進部長 演藝之路開始得不錯 但他和鄭嘉榮又不斷傳出分訊 如果他真的結婚 會不會膽出幕前 答案是絕對不會的 我的判斷很清晰 因為他自己的鬥心是很強的 第一點 第二點他的大運也很清晰 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都是在這方面有很大的進展空間 亦有很多爆發點 所以這個問題 我絕對看不到他會躲在家裡 只養孩子 這個機會就相當之低 其實如果單從面相 沒有一個很強烈的特徵 我們一看這個人 會說他是早婚或是遲婚 這個早婚或是遲婚 這個早婚或是遲婚 很大機會 很大程度上 亦都是看回社會環境 或者是時代 例如古代很早 就十至二十歲結婚 來到現代的香港 可能是三十歲結婚 是很普通的事 四十歲才結婚的人 都比比街市 但如果在中國內地 可能二十多歲便會結婚 所以這個和時代 和社會氣氛很大關聯 但是師傅 你說會不會有些 都可以提示一下 其實都有的 例如 譬如說額頭比較斜 下巴比較尖 又不是太兜的人 這些人性格 就比較衝動 我們只可以嘗試推斷 他可能早年遇到那段姻緣 就很衝動地結婚 這些人早婚的機會 都會比較大一點